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那美国手机用户他们都很渴望使用5G 但是美国航空公司却似乎不怎么渴望看到5G时代的到来 美国5G原定是在去年的12月5号部署 后来却推迟到了今年的1月19号 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指控 5G通讯塔电波可能会干扰到一些飞机的高度仪等等敏感仪器 那在低能见度的条件之下恐怕会影响到飞机降落操作 而波音777就是首当其冲的机型之一 FAA严厉警告如果执意在机场周围部署5G 恐怕将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航空危机 而眼看1月19号大险将至 全球陆续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航班 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波音777飞机营运商 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印度航空全日空以及日本航空 他们都相继宣布将会从1月19号开始暂停飞往美国9个机场的航班 那随着各国航空公司他们不断取消飞往美国的航班 在美国白宫的周旋之下负责5G部署的美国两大电信巨头就决定 再推迟启用机场附近的5G通讯 不过呢 英国航空专家他们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却说 欧洲已经是启动5G一段时间了 但是都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5G影响飞机讯号的投诉 英国航空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欧洲没接过5G信号影响航班的个案 英国航空专家麦克维安也相信 美国航空业 制造业以及监管机构 会有更好的设备可以解决5G部署的问题 另一边乡扮演协调角色的白宫则出来大派定新丸 确保美国依然有着全球最安全的领空 并表示将会达至解决方案 确保5G服务能够在最高级别的安全措施下运作 菩萨基也表示 美国政府将在24小时内解决航班停飞的问题 降低这次风波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